狂飙是中共整肃对手所进行的舆论导向 2月19日郭文贵先生在直播中谈到 最近在中共国热播的电视剧狂飙 是影射中共在整肃孟建柱和王岐山之前 所进行的舆论导向 中共就是中国真正的黑社会组织 在中共官员面前 没有人敢自称是黑帮老大 这部大火的电视剧启用的都是二线演员 已凸显习近平在过去几十年甘当副手 后来得以上位 并把间谍气球送到美国所谓的伟大生涯 虽然狂飙暴露了一些社会黑暗面 但是这正是中共一贯洗脑宣传的伎俩 就是小骂大帮忙